都说股市既怕亏损,更怕赚钱 当你越争越多后,真的舍得离开吗? 具体怎么回事,书记上回 小葵在街上盲人地寻找着牙锤 忽然,人群中出现了牙锤的身影 他心里默念着不能给家人添麻烦 这是他的底线 还有之前和小葵说了过分的话 现在想来也是很后悔 没想到,刚坐上车站的长椅 牙锤就看到了一路追来 还装作若无其事的小葵 小葵印证了牙锤找过九六美借钱的说法 牙锤自卑地问着,很蠢吧? 小葵确实认为是超级无敌蠢 但朋友做了傻事,就要来阻止啊 被套路一晚的牙锤 如今才感受到人情冷暖 正说着,列车驶来 牙锤曾以为炒外汇是一件赚钱且开心的事 小葵直言之是幻想 挣钱和开心从来就不是并存的 接着,牙锤的道歉打破了两人间的隔阂 小葵也没想到牙锤居然要去打工 至于打工地点,牙锤不愿透露 然后吐露了全部真相 包括自己各种借钱扛单 和向蒙智子借了200万的事实 还有至今,他仍在外汇市场奋斗 小葵听得欲言又止 列车到站,牙锤也借口起身离开 下车后,小葵怨恨 为什么蒙智子不阻止牙锤 牙锤就是个笨蛋啊 几天后,将牙锤视作反向明灯的蒙智子 本来是想做多试试 没想到却轻松地挣到了470万 日元兑美元价格甚至超过115 可接下来的行情,没人能预测 那么牙锤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蒙智子点开了那家店的祭祀页面 就发现了化名若叶妹妹的牙锤 介绍此事,忽然降临本店的治愈系天使 可爱到窒息 那你可要好好挣钱哦 牙锤的账户终于多出200万日元 接着,蒙智子也收到了工作邀请 至少葵请他来为自己的漫长站台 更重要的是,小葵有话要说 蒙智子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又不好拒绝 蒙智子抱起毛,不禁感叹 人际关系真是太麻烦了 之所以产生如此情绪 和蒙智子的过去有关 这就不得不追溯到蒙智子读初中时 距离更近的家里 老师又和老宝搞在一起的妈妈 小蒙智子对这样的环境感到痛苦 而在学校 蒙智子虽然学习成绩优异 但却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有时会因为不给同学抄作业 不认同老师猥琐的观点 就会被其他女同学排挤 一个月后 蒙智子无论做什么 都会被人平头论阻 他也找不到合适的反击方式 在学校感觉身无可恋 唯有路边的野猫让人感觉亲近 之后他私自决定 要去更远的奶奶家住 也不去学校 远离一切让自己感到不适的人 并计划自学通过高中同等学历认证后 参加大学考试 实现弯道超车 利用头脑赚大钱 之后 蒙智子确实通过了高中同等学历认证 奶奶特地为此准备了豪华寿司 感激了蒙智子 决心以后要让奶奶实现寿司自由 为此要先买台电脑 蒙智子主动找到了老宝 请他帮忙介绍工作 但真正面临要下海 蒙智子还是本能地选择了拒绝 这让老宝非常不爽 老宝戳破了蒙智子 既想轻松赚钱 又不想付出的天真想法 否则今天蒙智子也不会找到他 并对蒙智子进行了一同人格贬低 这也间接导致了蒙智子认清了社会现实 只有奶奶的帮助才是无偿的恩惠 和积攒了奋斗的怒火 随后蒙智子就到了便利店打工 老同学吵叫他只有初中毕业 但他诡异的热脸相迎 反倒吓退了这些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工 蒙智子终于买下了第一台电脑 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 一堆诈骗似的工作广告 蒙智子知道挣钱没那么容易 其中唯有投资吸引了蒙智子的目光 他认为只有投资是少数公平的平台 不管是有钱没钱 新韭菜老韭菜 大家都在同台竞技 不如现在就从财报解读学起吧 没想到 刚上手股票没多久的蒙智子 就吃到了第一个跌停 可公司财报明明好得很啊 他搞不懂这是违反了广大投资者的预期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相信我大一股民对此早已熟悉 总之 蒙智子认为 基本面好的公司 之后股票一定会涨 不如提前加仓 可眼前堆积的卖单 再次给蒙智子破来冷水 看什么基本面金叉银叉死叉 赶紧吃损啊 经历古海浮沉 蒙智子感觉身体被掏空 一方面 他觉得还是打工来得实在 之前学到的知识 对股价预测一点用都没有 不像学习考试 有明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 他对投资又有种异样的冲动 不知这是来自潜意识 欲望 还是本能之类的 总之 我天赋异病 大家千万别产生认同啊 任何一个韭菜 都产生过这种异样的冲动 直到大学入学考试 奶奶也刚好去世 蒙智子抱恩的壮志未愁 反倒被妈妈指责自己啃老 要求女儿赶紧去工作挣钱 蒙智子坚决不从 随后 他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刚入学的蒙智子 有过要改善人际关系的想法 随其 他就遇到了自来书的九流美 老实说 一开始过于热情的九流美 反倒让蒙智子手足无措 面对为什么要选经济学专业的问题 蒙智子的回答是 喜欢钱 没想到这样九流美产生了极大的认同 早就想当韭菜的九流美 向蒙智子推荐了 加杠杆炒外汇的项目 蒙智子知道加杠杆风险高 但没想到九流美竟然想以此挣2000万 本因为九流美是只会做梦的满夫 接触后才发现 这人有点东西 是个学过金融知识的韭菜 从这时起 蒙智子就产生了笑看九流美一败涂地的想法 之后 蒙智子的股票一路上涨 炒外汇也是节节胜利 莫名其妙的连战连胜 让他不觉得这是靠的实力 都是运气 这时 在外汇课上的队友牙锤 产生了对炒股的蒙智子的崇拜 和对不工作挣大钱的憧憬 这种梦幻般的想法 让蒙智子对牙锤更加厌恶 甚至牙锤还求着入室 蒙智子满多子的坏水 已经开始翻涌 在蒙智子心里 他佩服小葵敢于将追梦 付出现实 同时不理解拥有亲情友情的牙锤 为什么非要在高风险的市场上 铤而走险 是生活中得到的温暖太多 还是没有自知之谜 回忆到这儿 今天是牙锤第一天上班 他好像不明白什么是一个种 还有 为什么顾客都是男性呢 随后 牙锤穿上紧身的职业装 开始上种 客人好拼连连 明明是新人 手法却这么熟练 当然 客人是期待有更加优质的服务 索性牙锤还是艰难的下了班 但却被主管一通训斥 为什么离开了不打扫房间 牙锤知道错了 主管看到浴室有黏糊糊的东西 这样的工作 让牙锤想辞职 工作让牙锤没办法长时间盯盘 拿起手机一看 然而 外汇市场并没有好转 甚至涨得更厉害了 还有高额的借款利息 让牙锤像每天都在手游里20年筹 目前亏损90万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退出呢 因为本金都是借来的 就算退出 利息也是美好 只能期待反弹 但是 惊了 牙锤居然在整体上涨的趋势中 看到了其中的少量跌幅 只要把握住这些短期波动 一样可以反击 牙锤将其称为 仓位救援大作战 然而 随着第三季度GDP数据公布 价格再次迎来大涨 已经涨到117日元 在牙锤眼中 竟然是机会 赶紧做空死守 居然 牙锤这次的判断是正确的 紧接着 日元价格正朝着116猛冲 赶紧反手平仓 确定获益5万 然后卖掉之前的一手仓位 亏损4万 这样 在超短期高卖低买 就能逐渐把之前的亏损仓位 对冲掉 牙锤在绝望中 发现了一种新的必胜法 可没想到 日元价格还在下跌 现在做空恐怕为时已晚 做多又不是狠敢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天夜里 九六美收到了爸爸在过年后 即将调人外地的消息 之后 可能就是九六美一个人生活了 爸爸有点担心 可九六美不仅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期待 做完家务的九六美 欣慰地看到每日回率还是坚挺的 虽然日元价格之前一度跌到了115.5 如今还是回到了117 九六美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 要不就这样一直持仓下去 如果价格崩了 自己也一起玩了算了 可万一崩溃的反面是赚到2000万呢 所以现在自己该继续加仓嘛 转念一下 她也意识到117可能就是高点 现在清仓就能稳稳获益1000万 可落袋为安 会不会成为止盈行为呢 忽然 九六美清仓的手停住了 嘿嘿 完全不够啊 随即 九六美做了一个轻松的决定 这点钱我才不要 看新一点有什么不好 行情之词 既不可施 富贵献中求 首先设置115.4自动平仓的条件 然后设置最高清仓价 具体应该是多少 目前的趋势毫无疑问就是第二个次贷危机 所以最高平仓价为 一美元对120日元整 目前 逐温的看法 无非是120日元到顶 或是接近120日元 但如果这是次贷危机 就应该会突破120日元 我赌的就是这一波大行情 正要下单的九六美 还是没有下手 既然价格都能突破120 又怎么会在120停下来呢 收益必须最大化 舍在112.5分平仓 如此一来 不管之后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 都在掌握之中 区区117日元 给我突破吧 另一边 颜看价格反弹至117的牙锤 发出冷笑 还没吸取到教训吗 就像上次一样做空十手 自做空后的牙锤度秒如年 怎么还没下跌啊 日元价格始终在116.9上下来回 焦急的牙锤已经抓起带尖头的原规 狠狠地戳向桌面 口中还在默念 跌 跌 跌 之后 设置好条件单的九六美 已经辞去了便利店的工作 同时还想引诱它去打小钢猪 但品尝过失败的九六美 真是没有兴趣 同时也庆幸它没有成为毒狗 走出便利店的九六美 已经无法想象 明年夏天就要找工作了 哟呼 同时做超短线的牙锤 再次成功止损一手 两次操作已经让它止损两手 并回本一万 只要如此重复18次 就能对冲掉所有亏损 可18次也太多了吧 不可能每次都判断正确啊 再说 这样一手一手的止损 也太慢了 正想着 加个上场趋势 看起来已经荡然无存 全力做空25手 恶如一次回个够 然而 经过牙锤的妖法救援 贾格竟然回升了 短暂的回升已经挑不动牙锤的情绪 这种行情已经见多了 诶 可是 可是 贾格好像还在继续回升呢 等回过神时 牙锤在发觉大事不妙 从自己做空后 贾格竟然一路开涨 连一次下跌也没有 牙锤不愧是反向明灯 它可能一直在避开朝这个方向思考 救援的本质 是在增加仓位 一旦行情预判错误 就是万劫不复 而事实 也不得不引起它的警觉 难道自己又耳脱了 没错 加个接着突破了116.7 理智告诉牙锤 要赶紧止损 但恐慌情绪又清楚地说着 不能止损 现在平常像傻子一样 没错 要等待下一次暴跌 坚持守住 就有办法 转眼 牙锤的亏损额 已经突破了100万 他也知道 接下来应该还是涨 真的突破116.9了 难道之后还要去伺候那些油腻大叔 如果继续上场 我和蒙质子都会很困扰的 苍天能不能考虑下我的心情 真的求求了 我都做好下跌止损的准备了 只要来一次就好 117就快到顶了吧 快跌 快跌 都说了不要再涨了呀 紧接着 牙锤的起球似乎得到回应 相对的趋势真的出现 可终究是没有脱离险境 场夜无眠 现在一点微小的涨幅 都会引起牙锤鬼酷狼嚎 就在短暂的夏天中 才能寻得一丝安慰 由于选择了超短线作战 牙锤只有一只盯盘 虽然总体来看 走势还是趋于平稳 可对牙锤来说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等回过神时 天已见明 牙锤彻验 不知看了多少次涨跌 到目前 总体趋势还是上涨 牙锤隔空起球其他投资者 大家就在这里卖出吧 好人一生平安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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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价格终究是突破了117 创下年初以来新高 而牙锤旋转的心 也终于死了 此刻 它犹如一条落水狗 悄无声息地 掉入深渊 一切 都已经结束了 牙锤暴心就火 越亏越补 越补越亏 而这 恰恰就是FX的本质 故事战告段落 牙锤心中落水 现实下海 如果感觉刺激 喜欢本期视频 还请点个关注 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